我叫李群英,我是海关总署政策法规司知识产权保护处处长 我们都知道国际刑警组织在打击知识产权犯罪方面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而中国海关是进出边境的监督管理机关 那么我们面临着十分重要的任务就是在进出口环节去制止侵犯知识产权的犯罪 那么在这方面我们和中国的警方有十分良好的合作 而国际刑警组织是国际海警界的最高的领导机关 国际刑警组织是来协调各国警方打击知识产权犯罪的国际组织 我们十分有幸能被邀请参加国际刑警组织的各项活动 我们也希望通过我们来参加国际刑警组织的活动 能够促进我们中国海关和中国警方的合作 我们目前在打击知识产权犯罪方面面临最大的挑战 就是我们的对手是越来越智能越来越狡猾 而我们相对的执法手段和我们获得的信息都是十分有限的 所以我们想通过参加国际刑警组织的各种活动 和各国的执法机关进行经验交流 共同分析国际贸易中假冒犯罪的趋势 以便采取更加有效的对策 我们希望国际刑警组织在协调各国执法机关方面 能够发挥更大的作用 目前各国执法机关之间在合作方面面临着一个机制不健全的问题 首先我们过多的依赖于双边的一些知识产权的行政互助 或者是一些行动安排 但是我们和其他一些国家可能没有这方面的安排 但是我们会有需要这方面的需求 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希望能够通过国际刑警组织来做一个桥梁 能够把我们联系在一起 我们希望能够通过国际刑警组织的那种情况下 我们希望能够通过国际刑警织的一切